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家族跑团电台节目 我是主持人Nadia 我是许子 我是Tian 我是B 大家好 我是猫牧师 欢迎回到我们的爱在圣诞毁灭前跑团故事当中 耶 那请猫牧师带我们继续展开冒险 好的 各位听众朋友们 你们知道吗 在日本神道教的传说之中 存在着名为黄泉之国的地方 那是人死后进入的世界 不同一般佛教的地狱概念 抵达黄泉之国的人 会生活在其中 而非轮回转世 而且根据传说 黄泉之国的入口 叫做黄泉笔梁板 在县制中也确有其所在位置 就在日本岛根县的松江市 如今呢 那里也成为了一个旅游景点 这个小小的斗知识 对于听众朋友们来说 可能是转瞬即逝 听过就忘 但是呢 对于游戏来说 确实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最后一线希望 尤其是啊 在那一个决定命运分支的日子里 游戏已经 已经忘了这设定了 已经弄住了 已经荒起来了 不知道 眼嘴笑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这个盛夏时分啊 太阳高悬 太阳散发出的恶毒温度 让地面上一切都泛起了白光 这些白光和天空融为一体 只留下阴影的部分 让人不至于感到悬晕 蝉在乡间卖力的叫着 吸水从树下流过 恐怕过不了多久 这些虫子就会落入其中 被冲向远方 虽然在连环盗窃案事件之后 做好的心理准备 也随时准备面对那一时刻 但是当尤其你看着 躺在地板上的老奶奶的时候 你还是感到自己 没法去接受 去理解 去忍耐 或者去有什么样的感情 你回想起老奶奶送给你 零食招呼你自己进屋 的种种的瞬间 如同海潮一般 冲刷着你的脑海 但是你的理性的思想 做好的准备 却被感情的泪水所淹没 那请问 在剩下的这一天里面 尤其你做了些什么 又想到了哪些事情 可是坐在那哭 笑着哭 坐在那哭 因为奶奶离我而去了 就是一个很突然的事情 因为我对人类生命的流失 并没有概念 所以我也想去了解 到底是怎么一个状态 大家对这个生命的终结和开始 是怎么面对的 所以我就想要去追随老奶奶而去 然后想去找她 看她所谓死后的世界 是怎么生活的 或者说她是会 她会怎么选择 是选择在那里生活 还是开始一段 全新的不同的人生 作为小老鼠的游戏 也从当年03年时候 长发翩翩的少年 穿运动服的少年 下定决心 成长成了现在一个 分毛 好像变得奇怪 成长为现在一个成人的样子 正是因为有了当时下定的决心 和当时的抉择 游戏之前曾经听老奶奶和香野之间流传 讲过各种各样的故事和神话传说 跟奶奶一起追过漫画连载 其中也提到了说 有现实之中 有前往鄙视的地面上的入口 于是游戏下定决心前往那个地方 准备进入到死后的世界 不知道算是这个追随老奶奶而去 还是将其作为一种旅途 但最终 这个当年的小老鼠游戏 在现在已经成为了 这个黄泉世界中的一位住民 我招了 我在静灵亭上班 这个找到了 给张卡 不知道 你招了 你招了 小老鼠游戏 当年下了决定 并且算是找到了黄泉比较满这个地方 前往黄泉比较满这个地方 并且真正的前往了黄泉的国度 死者之国 但是在死者之国 使用完死者吃过的东西 在那块生活过一段时间之后 便不能再称之为现实的生物了 不能再称为现实的人 虽然说还能借着一些这种 就是像鱼兰盆节这种节制 这个回到现实 但是终究还是已经算是一个明界的住民 对 如今这个游戏成为一个 这个黄泉之国的像鬼族一样的存在 在黄泉之国生存 但好在他已经能够和自己喜欢的老奶奶见面 并且能够在那块继续他原本在现实之中的生活 不过这个秘密也没有过多的去向别人透露 躺在床上你回想起了这一切切的经过 回想起了你来到这块之前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虽然说作为地狱的鬼差也有年有节有价 能够找机会来到现实来看一看 有的时候是因为工作 有的时候是你可以有休息的时间来到现实 当然这次虎太郎给予你这个信息 也让你非常好奇 于是便来到了现实一探究竟 在宾馆之中 沉默的黑暗覆盖着你的双眼 屋外的街灯在天花板上投射出了窗户的形状 时不时有一辆车从下面驶过 天花板上的形状也随之忽明忽灭 望着天花板听着外面车辆驶过的声音 回忆起这几天的事情 接到了虎太郎的来信 虎太郎是一位你失踪已久 没有见面的一个朋友 过去了很长时间 在你自己内心心境里发生了改变 也发生了一些这种形神的改变之后 再次收到他的信息 你还是想过来一探究竟 看看到底是因为什么事情 于是来到了早王北 他约会聚集的 就是约定聚集的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虎太郎始终没有告诉你 有什么事情来需要帮你 让你们来帮助来做 只是说有这样的事情想要帮 想要让你们帮助 这狗有问题 反而是在这块巧遇了一位叫马奶的女孩 这位叫马奶的女孩 看上去是一个高中少女 一直想要为自己心爱的人送上蛋糕 来表达自己的心意 但实际上发现竟然 本身竟然是一个来自外星的怪兽 在早王北的这段时间 你一直在帮助马奶 和说白了是在虎太郎的牵头带领之下 围着马奶团团转在帮助他实现他的心意 对 回想起这件事情 放到现在实在是也有些奇怪 火太郎 急切的发现信息又请你们帮助 但是来了之后又一直在帮助别人 不知道他到底想做什么 他为什么要回避自己的问题 是 但好在呢 这个帮助马奶的这件事也告了一个段落 在这个今天晚上啊 虽然之前马奶变成怪兽 在山上大闹了一番 而且出现了光之巨蓝 像奥特曼一样 这个奥特曼的出现 也让这个阿比认识到自己不是奥特曼 这个丧失了生活的勇气 打击我朋友 这个虽然大闹了一番吧 但好在最终马奶还是向他喜欢的这个 腾奇送上 送出了他的心意 算是帮助人的这个事情 搞了一个段落 那最终就要回归到这个 护太郎 他自己的身上的问题上 望着天花板 听着外面车辆驶过的声音 你啊 听到屋子里面 这个阿比发出了 沉稳的呼吸的声音 看来是已经熟睡 但是呢 没有听到虎太郎那边有动静 黑眼之中 只能看到虎太郎脖子上的奇怪装置 像是一个项圈一样的装置 在闪着红光 你知道 看上去 阿比已经熟睡了 但是虎太郎应该还没有 也许这个时候是应该 开口问他一些什么 开始考问 你那炸弹项圈什么 就炸着 那 游戏要 怎么样来开这个头呢 游戏想找虎太郎聊聊 怎么做呢 现在你在床上躺着 虎太郎在 狗窝里趴着 我没有狗窝 我在地上趴着 在地上 这个 几块给你的枕头之间啊 大一个舒适的空间 你在那块趴着 那我就 我 什么声音 突然开始装睡 我就下床去坐地上吧 就不出去了 因为感觉 如果阿阿比醒了的话 也可以一起聊 一起加入口 那你为什么不先把它叫醒 然后咱们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呢 可以打扰别人睡觉 常常说 你们俩睡觉都不拉床脸 我怎么可能睡得着吗 是不是 那我就 我坐地上 问问虎太郎吧 那 还醒着的虎太郎呢 也在这个 经历一天的这种波折 一天的各种各样事件之内 这个心绪难平 在这个黑暗之中 算是何眼 在这块 冥想打 就是冥想 打坐 冥想 冥想 这个 端着 还挺怪的 在这块 歇息吧 算是安心的 在这块休息 可是呢 你也感觉到 游戏那边有了动静 而且 张开眼睛 看到游戏 从床那边走了过来 坐到了你的身边 这个时候呢 你也想起 在 2027年的时候 同样是这样一个 黑暗的夜晚 其实也过不了几天 就是明年 因为你们现在是 2026年12月25号 同样是这样一个 黑暗夜晚 同样是一个 这个 周围安静的 空间 游戏 在那个时候 找到了你 并且告诉你一个 事情 告诉你 Nagi已经死了 我在 皇天之国中 见到了Nagi 游戏自己来说一个 就 Nagi 我们在旁边呢 游戏不是最 最想说这个事吗 快给你一个机会 来啊 来啊 我可以一边笑着一边说 Nagi死了 走越 开始摆桌 厨子 炒菜 花个人一桌 来说吧 说吧 来 尤其 代入一下情绪 来亲自告诉他 这个噩耗 隔壁人 国内已经被笑 你的情绪很到位 对不起 我有一点 收不住 胡太郎 你还记得 之前 咱们去东京 帮助 那个奶奶 和 熊山神的 事情吗 嗯 就当时的朋友 当时你最喜欢的 Nagi小姐 嗯 你还记得他吗 我记得了 差不多快忘了 我给你个点 又逗乐 又逗乐了 快说 你忘了吗 还行 没忘 没忘 快忘了 快忘了 就是 因为我现在住在 黄泉之国嘛 前两天的时候 我在街上遇到他了 我看到他了 但是虽然并没有打招呼 但我确定那个 那个人就是Nagi小姐 看我干嘛 你应该再说一句 你懂我意思吗 你懂我意思吗 你看错了吧 我没有 因为当时有一起冒险嘛 所以也算是 很要好的朋友 我敢确定 那个一定是Nagi小姐 嗯 这个虎大郎听到 这样的消息 也知道 这个游戏 他的表情 以及他所 说的这个话语啊 并不是像是 对你开玩笑 也没有必要 在这种事情上 开玩笑 之后他所说的一些事情 在你脑海之中 已经形不成声音了 你有点被这个 突然 出如其来的 这个消息 而感到震惊 很多东西 你都无法再听进 你的脑海之中 而时间回到了 2026年 12月25号的 这天晚上 再一次的 黑暗的空间之中 这个 周围寂静的环境之下 是不是有车辆 从前面走过 旁边 这个阿B在 没心没肺的 睡着觉 尤其又一次 向你走得过来 轻轻的询问着 你是否还醒着 请吧 两位 揉一揉狗 你是不是还醒着 我打坐 你怎么能 你怎么能 揉 想想打断 打断你毒条 你干嘛呢 大半夜的 为什么不睡觉 想什么呢 你不愣着什么呀 会爆炸吗 选一个回答吧 具体都问到 表上 选一个回答吧 我不想跟他说话了 你在想什么呀 为什么不睡觉呀 我在想 明天应该怎么 帮马奶 能够更加的巩固 他们之间的感情 是吗 你只要别去舔他 不就行了吗 我在帮他想一些对策 是吗 那你脖子上 那到底是什么呀 哪买的呀 我脖子上的东西 其实也是我 这次发短信 叫你们来 来到这个地方的原因 但我觉得我们等 马奶的这个事情 结束之后 我再抽出时间 跟你们说一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吗 但感觉 感觉上你找我们 是很急迫的事 但你现在 感 不是那么急的样子 有些事情 你急了 他也不会 发生什么变化 这个人突然说一下 很高深的话 打过座就是不一样 还是你熟识的 胡大郎 你安心睡吧 看上去确实 尤其也无法 从胡大郎中 问到什么 有关的信息了 女人给我滚 你感觉 不管再怎么问 胡大郎 他可能也只会 告诉你这些事情 只好自己 再重新回到床上 看着黑暗 不久之后 沉沉的进入到 睡眠之中 再一次醒来的时候 这个已经是 圣诞节之后 圣诞节并没有 像我们标题所说的 如期毁灭 感谢大家的努力 今天我们节目就到 感谢大家的努力 圣诞节并没有 像之前节目题目 所说的毁灭 各位都在第二天 醒了过来 早上起来 洗漱打扮 这个收拾得当之后 离中午约定 一块吃饭的时间 还有一段的距离 这个 你们有什么 要做的事情吗 醒了 早上了 How are you good today 当学会人类话语的 Sakirah 咱们有车吗 我觉得车有 之前那个车 不是还在 开回来了 车还在 我觉得让马奶 做好准备 做好充分的准备 然后中午我们一起 偷偷陪着他去见腾奇 OK 那其实也就是上午 打扮一下 按照我们的投料结果 是吧 给马奶穿上 他大家选出的衣服 是哪一件 那成功的是动力甲 按照这个什么 按照这个 就是大家票选的最终结果 发现阿B选择的衣服 遥遥领先 恭喜 阿B选择手 奥特曼皮套 被阻止了 还蛮遗憾的 原本是有奥特曼皮套 和情绪内衣 这两个选项 但是后来都被阻止了 公布一下 哪件是哪件 就是哪件是哪位选的吧 第一个 第一个方案 这个特别写实的一套衣服 拼图拼出来的 好几套衣服 拼起来的一个 一身衣服 是这个Nagi选的 方案一 防弹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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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的一身衣服 只能说 不愧是偶像少女 走在时尚的前沿 方案二 像罗里塔演出服饰的 这样的衣服 来金林子 来自罗杰利亚的白金林子 我并不懂你们二次选的事 是这个游戏选的 是说是精心挑选一套 适合马奶的一个感觉的衣服 对 上游戏 秒选 这个方案三 就是这个黑丝 西式校服 戴围巾 这个衣服 是吗 我跟你说 这个是少女前线里面的 哇 两千 然后他们都说 这是白雪 很适合圣诞节 原来如此 这个阿B选的 就是最终选择这个 没直接上一个皮套 我真谢谢你 我这里有好多皮套方案 别发 这个最后大家选的是这一套 这个其实 这个 要我的话 我也看上的是这一套 我感觉就是 画面这种冲击性什么的 确实比另外两个要强一些 你们这都不行 然后翻四 这个羽绒服夹帽子 是虎太郎选的 感觉其实也非常好 好好的考虑到了 现在的这个 圣诞节这个季节 时钟性和天气 我觉得Nagy呢 不是 我觉得这个 Nadia呀 一定是可以成为 优秀的新娘子 是吧 是 选衣服 说的对 读到 说的对 说的对 那所以说 这个几套衣服是这样 最终选择的是 马乃川这套 叫什么 就是一个有点 西式校服式的衣服 然后配上他 平常就会经常穿的 这种黑色连裤 然后配上一个围巾 也算是比较可爱风格吧 这个虽然好像 原本的这个图 是一个比较 帅一点的风格吧 我也不知道 少女前前 我也不懂 这个马乃还是一个 穿上都会显得比较可爱 比较 这个醒目一点的风格 你们懂的 那最终呢 这个马乃 买了这套衣服 穿上了这套衣服 然后并且呢 前往了 约定的地点 如果是没有什么 其他事要做的事情 和准备的话 就会按照约定的时间 虽然说有些心怀忐忑 但是在你们的鼓舞和帮助之下 之前他也拿出了足够的勇气 当然在第二天的这个约会 和第二天的这个相见的时候 他也下定了决心 不像之前那样怯懦 有什么其他要做的吗 我觉得我们得教他一些 怎么跟 有些话术 对 跟人聊天的话术 但我想想他那天表现 他好像比我们会 我觉得不需要再教他什么了 我觉得他就 教教我吧 我觉得他就 他就是只要能表达出自己的真情实感 我觉得就够了 我们送他上路吧 我觉得咱们可以跟着他一起去 但是藏起来 躲在一个这个不太能被人看到的地方 合理 可以 他们约到餐厅是吧 是 我们开车送他去 然后我们躲起来 可以啊 嗯 嗯 哪个刺客我们要说 一直在沉默 我就是把那个鸡蛋掏出来 之前说这个给护台狼在外边 然后早上给拿鸡蛋 这是上一期的上一期的 哎呀我感动了 好哭了 这扣实在没什么必要 拿鸡蛋 发展卡 鸡蛋卡 付出鸡来了吗 接下来还有什么 我想想啊 跟他聊完天之后躺下睡觉 然后他第二天约会 嗯 第二天应该是上午去购物一下 买一下衣服吧 嗯 然后约一下会 嗯 行 那我这没什么可以帮你的了 马来 你现在已经很成功了 想干的事 基本也都都就差这临门一脚了吗 嗯 加油吧 加油吧 我们一定不会跟着你的 嗯 就到时候就看自己的临场发挥了啊 嗯 拜拜 嗯 拜拜 可以了 马奶也是再三的又感谢过你们 这个你们是最终开着车 把马奶送到了这个 就是餐厅的边上 实际上约的一个餐厅呢 还是在 之前你们去的 不是萨利亚 就是之前你们去的那个 和腾西见面的那个车站 然后附近边上这些服务区后面的一个餐厅 当然会更高档一点 但是看上去呢 腾西上一次也是行走匆匆来了 很快又走了嘛 然后这次也是约到相同的一个地方 一个比较近的一个 可能一个离他所在的单位 比较近的一个地方 嗯 嗯 那于是呢 就约到了那块 这个 你们是离着有点距离的时候 把马奶这个 就是放下 啊 这个 看着马奶 就是怀着 很雀跃的心情 啊 走路都有点 就是飘的那种感觉 一路往那个方向前进 哦 我突然想起来 是不是应该让他带点什么东西 还有俩蛋糕是吧 别再吃蛋糕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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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了 是 让酒店打扫了 是不是 是不是应该买衣服的时候再买点什么 然后让他送给腾西呢 嗯 问问他有什么喜好 买个 什么买个妇联的海报 哈哈哈哈 买个冰人 蓝光碟 那我觉得作为一个爱好者来说 这种基本收藏 肯定就 应该有了 对 送点别的 嗯 果然那也很专业 但是送啥呢 买个摩托车手套吧 冬天骑摩托车还是很冷的 哎 哎 可以 按照图一的装备买 我觉得买 买 买一副摩托车的手套 嗯 你看果然是当新娘的料 哎 哎呀 贤气 贤气 买两副吧 他的贵 自己也用得着 好 情侣手套 买了一个情侣手套 一款 这个一套 这个按圣诞节的这个包装 哎 正好还有这个圣诞节比较好看的包装 可以包上 虽然过了一天 但是拿两个红色的口袋 上面有金色铃铛和这个绿色的花边 绿色的两个小蝴蝶结 哎 一个圣诞节的风味的这个两个 一个包装 抱在胸前 然后向着所在的那个方向跑去了 嗯 你们呢是怎么着 驱车跟在后面 还是什么远远的下车 徒步跟在后面 还是怎么着 我们就在附近 这个餐厅的附近 找一个地方把车停下 嗯 然后在车里先等待 嗯 看那港片里面都在他们对面的餐厅 在找一个能俯视的位置 我想法是这样的 什么港片 我想法是这样的 就是待会我们先在车里等待 然后等腾骑到了之后 因为他骑摩托过来会非常明显嘛 撞他是吧 不不不 等他下了摩托 他进去之后 咱们过去把他摩托车的那个轮胎的气撒进来 我给你说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我怕他待会比如说突然说有什么事又要走 嗯 然后他骑摩托咱就追不了了 这我觉得给你个假意 虽然就不是什么好主意啊 然后呢 但是这一套操作非常的合理 这个时候他出来之后 突然发现自己的摩托骑不了了 然后咱们就正好 开车路过 对开车路过 我说你这么着急你要去哪我带你去 咱们顺便就能知道他要去哪 真合理 但万一他没发现气放光了 然后直接开走了 然后开到一半发现没气出了车祸 不过他不会开到一半的时候才发现 但关键的你们发现这个计划盘算落空了 是因为当你们车停到那时候 远远的看过去发现腾骑已经 就是摩托车停在那块等待了 那可以他乱进去的时候 对那他上楼以后 那是有这机会 因为他总有上楼的时候 我想 他那个摩托车显眼 你也能一眼看到就在旁边一个 就是停靠在这个旁边小巷的路口 门口 马奶上去的话 能不能带着火太狼一起上去 这样能知道他们两个之间的交流 他们俩说了什么 可以 反正你们 要不就你们在下边干这个事情 然后我跟马奶一块上去 我们在这放完气在车里等 就马奶之前已经过去了 就你再追过去呗 行 你们在这个车的这个停在一个远远的不前远的地方 因为之前腾骑也没见过那辆车嘛 你就拉下一点车窗 带上那黑人的墨镜 然后从里头往那边突突看 突突往那边瞄 然后那个狗呢就在人群中穿梭 这个也是悄悄的靠近那边 远远的看到呢 那马奶很有点就是颠着小脚 然后往那边很快乐的往那边跑过去 万一餐厅不让宠物镜咋办 我可以爬上去 我从外边爬上去 但是啊 但是这个时候 你们看到啊 这个马奶向腾骑那块跑过去很开心 这个腾骑也看上去挺开心 在门口等着向他这边挥挥手 可是啊 看见马奶从腾骑面前跑过去了 嗯 就是跑了过去 穿过去了还是 穿过去了 就是 你穿过家门不住你知道吧 就是他在门口等着 但马奶跑了过去 嗯 嗯 然后 瞎了 看着这个马奶 往山的方向跑去了 啊 嗯 你们之前有人跟马奶交换过电话吗 或者是 他他不是电话已经没了吗 是 你不是早上你买一块 不一块连的电话买了 哦 那没有 嗯 没有 那接着呢 你们看到这个 就是远处的那个山的那边 马奶的身形发出了光芒 并且变成了一个怪物 变成了怪兽 之前的那个巨大的吐吹蛇的那个样子 这次是在城市里是吗 是 伙计们咱们走吧 原本结束了 那那那大概就是这个诱发他变身的原因 就是他这种他这种激动的强烈的心情 这个毫无疑问啊 这个马奶开始逐渐的变化 变成了怪兽在城市之中 但是呢 你们所在这个地方是一个边缘的这个车站 变成怪兽之后 他肯定是挤开了旁边一些小的型的车辆 或者是一些这种自行车和一些建筑物 就是那个等车的那个棚子之类的 挤开了一些这样的东西 但是呢 同时他也在向着山上继续的前进 很快就离开了城镇 虽然说造成了一些轻微的这个挂蹭 轻微的这个这个伤害 但是看上去并没有什么严重的事故 他这个怪物怪兽 向着这个沿着盘山公路 也就是你们之前往腾齐他家去的那道公路 沿着那个盘山公路 开始往之前打斗打秃的一块山的那个位置 就那一块林子都被摧毁 打秃了的那一块 往那块去前进了 搬秃 那市民又该去避难了 这两天没干别的 就避难了 周围当然发出了很大的尖叫 而且这回是在这个市镇中心嘛 不市镇之中嘛 发出很大尖叫 然后开始人们也是混乱起来 并且都向着这个避难的场所去跑嘛 当然你们不知道具体是哪块 就看着人在乱跑 然后有很多这种车辆 这个这个倒塌 倒下来的这个铃声 然后有人尖叫的声音 然后还听到有这个 这个祈祷说 祈求说 这个光之巨人快帮帮我们的声音 衣服是白买了 现在藤骑是什么反应 对 你再一看 那是个幻象是吧 发现藤骑也不在那块了 但是摩托车还在 但是藤骑人没了 那他就是光之巨人 他找地方变身去了 对 咱们准备把光之巨人先弄子 我也准备拍照 马奶再往山的方向移动 我觉得咱们也得追 但是我觉得先把那个礼物拿上 虽然刚才也不知道被挤到哪去了 但应该就在附近 我觉得还是先拿着那个礼物 咱们要不要把摩托车骑上 没事那摩托车就放在那吧 但是为什么他会穿过去呢 那个本身就是幻象还是 不是他应该我的猜测是他可能 就是诱发他变成怪兽的原因 就是他这种非常 不是穿过去 就是藤骑在那个路边等着 然后他从他眼前跑过去了 是这意思 就是可能他在跑的时候 他已经进入这个要变成怪兽的状态了 所以就没有看到 他知道自己改变了 对 应该就是他这种激动的心情会导致 他变成怪兽 那这样藤骑不是目睹他变身了吗 再看吧 那就不好说嘛现在 现在这个反正也找不着藤骑在哪 咱们就先追马奶吧 虎太狼向着这个马奶所去的那个方向跑了过去 这个果然发现路边上有之前选好的破碎的衣服 以及这个歪歪扭扭放在这个路边上的礼物的袋子 同时呢你也感到 就是在你低着头看上袋子 看上衣服的时候 你感到一股强烈的视线 一股强烈的视线 低头看上袋子的时候 就感受到了 感受到有人 就是有强烈的视线 那我赶紧立刻此周环顾一下 你找到那个视线所在的方向 发现巨大的马奶变成的怪兽 停在前面的盘上公路的这个中间 然后用一种眼神看着你 仿佛这个眼睛之中充满了泪水 接着呢 他甩了甩头向着这个山腰那块图般的地方继续前进 追吧 反正这个你们拿一下那个东西 然后我接着先往前追 我的这个Skywalker的技能 跟你一块儿Walker 我先接着追 其他人呢 我们带上礼物呗 那我跟着虎带狼 好 我一起去 我想把这段拍下来 录一个小视频 发抖音上去 把什么内容 就是满奶现在这个状态 你现在在开始拍 其实只能拍到这个怪兽 再往山上继续前进了 没事就拍一个很短的 做一下实时的记录 以后可以翻出来看 可以啊 然后就大家一起追上去 这个你们发现这个事 开始下车开始追 使用技能等等什么的 这个怪兽呢 还是像之前一样嘛 虽然说你是飞的 当然他不服大嘛 他的这个移动 身材大 所以移动的更快点 很快这个 就是你们走到 一半路程的时候呢 就发现他已经抵达了 山腰的那个位置 这个远远呢 看到他在那个群山 在这个一个山峰中架 之前因为战斗 被扫出来的一块 没有树木 都树木倒塌的 一个空地荒地上 在那块等待着什么 同时呢 他抬起头 看向了天空 就像之前一样 这个你们远远的 能看到巨大的身形 在山腰的位置上 在做这些事情 同时你们继续 向着那个方向去前进 Nagi呢 和这个火太狼 分别用自己的技能 让自己飞身在了空中 这个游戏和阿B 一个是说要掏手机 然后去记录这个事情 一个是徒步嘛 当然你们俩都是徒步 所以可能要更慢一点 接着呢 你们逐渐的靠近 但还没有在你们靠近的时候 突然听到一个声音 他又来了 是吧 不仅仅是这个声音 让本体一起出 就是随本体一起出现 而且你们看到 在空中像一个流星一样 以一个飞踢的姿势 这个前端的这个足步 好像冒着火焰 整个这个身材 整个身体 就像是一个陨石 从空中坠落下来一样 摩擦着这个空气 狠狠的 直接从空中飞下一脚 就踢到了 马奶的怪兽的头上 一下就把这个怪兽给踢倒了 然后马奶呢 这个向身 向后面滚了一滚 滑落 就是向后滚了一滚 并且向后滑擦 滚到了这个树木的边缘 又挤躺了一些的树木 我这块有个话 特别操作图 大家领回一下精神就行了 就是大概就这样感觉吧 懂了 挺操的 可以可以 要偷视 挺好 还好速度线呢 还有被踢飞的树叶 可以 大家领回一下精神 这个马奶被踢倒了 滚了几圈 就是在地上 又向后滑动 滑行 落到了这个场地的边缘 这个光约巨人呢 自然是摆好的这个姿势 然后准备迎战 准备迎战 然后同时呢 他这个用 之前那种温柔和洪亮 让人心安的声音 对所有人说 说你们不要害怕 我来帮助你们了 你们祈祷的声音 我已经收到了 我就会在这块 一边说 一边摆你的姿势 我就会在这块 用我从你们那里 接受的力领 好 消灭这个邪恶怪兽 没有人需要奥特曼 阿斌 我觉得你现在赶紧 在群众当中散步 说光约巨人才是反拍 快手机别拍了 周围也有很多 不少人拿手机卡拍 因为光约巨人出现 所以导致周围的这些人 反而感到非常的心安 没有继续进行进一步的撤退 没有继续进行进一步的撤离 也有不少人 开始拿起了手机 开始在这块拍照 游戏游戏游戏 当然也有一些人 是一边撤也一边拍照 但是很多人明显 阿斌你发现 他们都感到非常的欣慰 分上了心安 然后同时 听到有些人 在给光约巨人加油 我要给游戏商量个事 我说以前 根据我的观影经验 我觉得能打倒奥特曼 只有舆论的力量 你刚拍了那个小视频 然后你赶紧赶紧发到网上去 就说这个奥特曼 其实这怪兽是好的 然后这奥特曼不分青红皂白 然后只管着他自己心中的正义 然后在这大肆毁坏山林 攻击这个可爱的小动物 然后我被推特封号了 我觉得咱们应该现在 现在我和Nagy不是在追吗 对 你们更靠近一点 对 我们立刻过去 因为你们飞的 也不用走路径 所以更能直接过去 就赶紧告诉光之巨人 说这个怪兽 其实就是马奶 你们继续往那边飞 然后一边要怎么大声的喊 还是什么 那边已经开始打斗了 马奶翻身又起来 像蛇盘旋又展开一样 然后冲着光之巨人撞了过去 看上去他也没有什么攻击手段 只能去撞去用尾部去抽打光之巨人 但是光之巨人相当的灵活 左右闪转的腾挪 一会儿躲开他尾部的攻击 一会儿按住他的脑袋 同时又拉开身形 拉开距离 把手放到自己的头顶上 接着你看到他手中生成了两道头 就是两道光线的飞镖 我看不下去了 不是你点快 大哥我就三分钟时间 你快点 向着马也发射 游戏游戏 我觉得我看不下去了 然后我 你要变身是吗 我觉得我要把我积攒到现在 所有的点数全部拥掉了 又来了 三分混战 你用那个大形象去跟他 跟他道出这个事实 我觉得可以 但是如果我这次变身的话 我以后可能点数就再也不够攒一下 再变身或者使用任何技能了 我给你点 以后就靠你们了 那还是我们俩说吧 你就再忍忍吧 我觉得一边往那个方向跑 一边这个呼喊 把你扔过去 不行我忍不住了 游戏你吹我 吹我胸口 我觉得你先不用着急变 激光都出来 我直接 我直接先跑到这个 他这个光之巨人的面前 阻挡他想要这个发射激光 的这个意图 一个小豆丁倒在那 这个一小豆丁 你比那个Nagin的人形还小 所以Nagin呢 先不过去还是怎么说 我在旁边待着吧 激光社里边就拿着海洋 不要站在对方直线攻击犯 这个虎太郎呢 先率先跑过去 Nagin还要在旁边观望一下 但是你跑过去之后 这个光之巨人 他左右手的两道这个回力标 两道这个飞标 并不是直线在面前 所以你跑到他跟前 虽然想说这事 挡在他面前 但是他还是左边一个闪身 扔出左边的这个飞刀 接着又一个闪身 扔出右边这个这个飞刀 这个两道这个攻标啊 接着实施打在了 前面的这个马奶身上 Nagin在旁边也看到 这个马奶变成了怪兽 没有闭 没有闪 反而伸长了这个身形 接着这两道攻击 此处呢 有一张图 哦 你们俩可以看到 哦 可以仔细看一下 大家观众也可以仔细看一下 直接切到了身上 斩首了 不是 这个有暗含信息的 掐头去尾就能吃 嗯 这个 虽然说 以最快的速度 跑到了光之巨人的面前啊 但是 也没有阻止他 两道飞镖 从你的左边右边 呼啸而过 这个呼啸之声 呼啸的这个光芒的力量啊 滑破空气 然后甚至让你向后翻滚了一段距离 带起的这个 撕破空气的这个风声 就是 风压 嗯 怎么办呢 各位 他灵压挺狠的 那当然了 嗯 说吧 我点怒了 说实话 我比你更怒 野性拉到20 你要不交给我吧 我拉野性的话是用 心意 心意点 是吧 嗯 然后我要提醒一下 你们在接的剧情里面 最好合理的分配一下 你们的这个点数啊 这个 嗯 很很重要 我想知道现在的时间段 是中午还是什么 现实上 那是中午 白天 嗯 好 我要 那我不管怎么着 我 我先不拉这个野性吧 我就赶紧就跟光芒剧人说吧 嗯 住手吧 那是马奶啊 嗯 听得见吗 嗯 这个 你啊 个头非常小 嗯 这个 你要是在光芒剧人那种手中 可能都没他支材个尔大 嗯 这个 但是你很确定啊 你和他有一个眼神的交汇 嗯 但是同时呢 你呃 野性或者射氏有多少 我射氏是二 啊 这样 野性四 啊 这个 你可以感受到啊 你可以感受到啊 离你灵敏的这种直觉 直感 感受到这光芒剧人呢 似乎眼神在对上你的时候 有一个侧眼 嗯 看了一下城镇的情况 嗯 像城镇那边看了一眼 然后接着呢 这个迅速的 把手一挥 然后你就被他带起的风鸭给 拨弄出去了 嗯 在空中翻滚 哎 Nagy就看见 我的 他的这个 这个一个科技啊 这个从你旁边飞过去 虽然说是在空中行走 但是因为这个风鸭原因给吹走了一段距离 嗯 嗯 我给接一下 别 别掉下去 嗯 他不会掉下去 但他最后可能还在空中停着 但是被拨开了一段距离 有点过分了啊 我我我就是非常愤怒 他上一次出现的时候 我就非常愤怒 我比你更痛 就我觉得他肯定不是一个绝对正面的角色 嗯 来搅和了是吧 对 所以我觉得咱们有必要给他先打败 惩戒一下 对 看我带走这个怪兽了 扫一跳 哎 哎呀 这个光芒剧人啊 这个见到两道 光镖打到马崖身上之后 果然这个怪兽马奶的愈合速度就没有那么快 这个被光镖打中之后 树到的这个伤痕在他身上都在进行的愈合 根本他的愈合速度比不上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光芒剧人发射这些光芒技能的这个速度 趁着这个功夫 光芒剧人就是跳起来啊 骑在这个马奶的身体上 然后开始锤打这个怪兽 我觉得啊 超人的事情就要给超人来解决 但是你那个太花点数了 是 就是如果没满的话 用一次就会清零 对 那我有一个 其实 算是逃跑的技能 叫避世引礼 要不要用 但是能把 没事这样吧 我直接把马奶顺移走 但是他那么大 但一样可以顺移 要怎么做 我直接把他顺移到一个稍微远一点的地方 东京 废墟东京 对 我直接把他带回到东京去 但是 也会引起骚乱 东京已经没有人了 东京毁灭了 东京是废墟现在 那么水晶东京 那要怎么做 我直接顺移把马奶带到东京 好 投点数 使用了这个顺移技能 这个想要带着马奶一起 这个前往东京 但是呢 你发现啊 马奶拒绝了你的邀请 就拒绝你的传统邀请 没有跟你一块过去 你们眼瞅着 这个科姬在空中翻滚 然后消失在了空中 我想起了 一场光芒之中 我想起了那个科姬打个滚 变成面包的那个洞图 特别可爱 你得再付点数才能回来了 再见 打车会 所以只有虎太狼跟马奶 只有虎太狼自己去了 就是传送到的东京 把我们甩着了 只有虎太狼自己去 就传送到的东京 你们还 所有人还都在这 就是我传送的时候 要带他走吗 但是他没有跟你一起 但是他没同意吗 你自己走了 那我没办法 就是我已经没法再停止这个 浪费了 拜拜 这个时候呢 这个马奶拒绝了你的 传送的邀请 同时啊 你没点数了吗 我又点数了 就还能回来 这个拒绝你的传送邀请 并且仿佛下定了这种决心一样 翻 就是在这个 袭在身上的光芒巨人的 这个攻势之下 努力的挺起了这个身体 然后背后的这个 肩刺 它不是一个巨大吐车 背后有很多倒刺吗 去戳刺这个巨人 并且一个翻滚 重新 从这个 秦拿的状态之中脱身 并且用他的尾巴在这个光芒巨人 向后躲闪 尖刺的攻势的时候 一个尾巴甩过来 击中了这个光芒巨人 看上去呢 马奶又恢复到了一个 起码能够对峙的这种状态 形势还不好说 就在 这个时候你们要做什么 我有个建议 你再 我先 我再扣一下我的点数 然后回来 回到小镇 就回到阿滨他们那边 对 我就回到这个战斗的现场 然后 我觉得刚才 这个有一个细节 就是我想 这个阻止光芒巨人的时候 他看了一眼 这个小镇的方向 我觉得他是一个 这个很注重自己 这个PR和公关形象 那他必死吧 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咱们现在 咱们现在立刻 在民众当中散步 他到底是谁 马上把他的 所有的信息 都告诉民众 你这一套 人肉很熟练 让他立刻完蛋 好吗 我现在非常的愤怒 就是刚刚那个小视频 一发出去 咱们再带几个节奏 拿大号转一下 爱的他那个 他那个社交账号 叫什么 赖着忘了 别针对到个人 咱们就说这 你看他不吭青红皂白 就在这瞎打 只顾自己心中的正义 此刻呢 这个Nagy感到 这个虽然说你在空中 但是你还能清楚的看到 这个旁边啊 有一 开始震动起来 这个周围的这个地面啊 和远处 白色楼的那个废墟 开始震动起来 那废墟上的一些碎 小的石块 在顶端呢 开始往下鼓掠 然后上面有一些 那个稍微大一点 但是没有那么大的石块 也因为这个震动 开始往下脱落 落到了底下的这个地面上 要钻出什么东西 Nagy要 有什么要做的吗 你咱也看了半天了 往那个方向 飞过去看看 观察一下 里边有什么东西 导致这个 山地滑坡 真假 奥特曼 你看到啊 这个底下的这个 就是废墟掩埋的那个区域 那个好多废墟的区域 之前不是被你 被游戏开除过一个道路吗 随着那个道路的这个缝隙啊 这个围中心 越裂越大 越裂越大 裂开了一个裂口 就是那个地面上 裂开了一个裂口 但是你发现 它不是一个地震的裂口 而是地下有一个像 导弹井一样的通道 尤其现在有一个机会 你要做什么 Nagy Nagy有机会 你要做什么 做什么 把通道封上 Nugus is ready Walko 你想想你打红颈的时候 见到这种颈颈 那应该放护盾了 全村停电了 想想啊 给你两个选择 跑还是在那看着 能不能钻进去 把你东西顺移走 很奇怪啊 你不知道出来个啥 赶紧赶紧一边跑一边通知 通知给这个几位朋友们 像他们所在的地方去逃跑 在你逃跑之后啊 这个真正的偶像 从不看身后都爆炸是吧 听到后面 突然一声巨响 然后看到啊 整个周围这个地面上的 这些碎石瓦砾 还有这些废墟 四散飞向周围 得亏你跑得快 没有伤及到你 但是一笑震开到旁边 随着一阵烟雾 你们看到呢 当然镇子上人 也听到这个声音 看到这个声音 有一个巨大的金属 砣状的物体 从这个底下 像导弹发射通道嘛 底下是一个洞嘛 金属的这个轨道 发射出来 弹在空中 并且展开了变形 落在地上 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机器人 朋友们我回家了 要素过多是吧 太多了 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机器人 同时 这机器人摆好的姿势 双旋一个向前 摆出一个垮步的姿势 背后的这些零件 背后的这些排气孔 喷射出了火焰和蒸汽 想起了藤旗的声音 我以为想起了背景音乐 此刻也有一段背景音乐 谢谢提醒 我来放一下 嗯 这个响起了藤奇的声音 听到有藤奇的声音说 说我来帮助你了 我们一起来击败这个怪兽 你们不要再打了 到底哪个是怪兽 场面变得非常的混乱 一个三方会战的情况 在阿滨海和你们还没有加入的时候 已经变得非常混乱 但是至少你们搞清楚的一件事情 光之巨人并不是藤奇 刚不达是藤奇 突然出现的巨大机型 高达 显然发出的是藤奇的声音 藤奇也是十三级病人当中的 一员 我后来发现这阵子上 个个都藏着我 官员用 但是现在这个场景就非常的微妙 这个藤奇这个机型 对马奶摆出了一个攻击的样子 但是这个马奶听到这个声音之后 明显有些退步 而且有些泪眼盈盈的样子 光之巨人却就是向后闪出一步 并且插腰在后面看了起来 我觉得是时候把光之巨人弄死了 这个既然是藤奇的话 这个有一个话的更糙的话 你们大概理解一下就行了 这比光之巨人转 没关系 他好大罐 光之巨人在后面插着腰 大小都差不多的 大小都差不多的 但是因为马奶它是一个蛇那样的东西 所以它会更矮一点 既然这个是藤奇 比较长 他就一定能听咱们说理 咱们一说理 就会变成二打一打光之巨人 咱们也可以直接 就真的 如果待会儿藤奇愿意帮助咱们 这个攻打光之巨人 我立刻把我所有的心一点 拉到我的野性下 我今天一定要弄死他 我有变成 请问两位在空中的 刚才看到这个光之巨人的 那个画里面的这个细节了吗 刚才我就看了一眼 没看见 我再给你看一下 是他发光波那张吗 对对对 那张发光波背后是城市 然后其他的我瞎了 已经看不到 既然游戏看到了 说出来了 给你加一个1 虽然你并不在现场 明显 刚才光之巨人发射光标的时候 马奶延长了身体 并且不躲不闪 中了这两下 因为背后就是城镇 就是这小镇 而且光之巨人显然 第一个是他没有 这个根本没在乎小镇的事 第二个呢 是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明显他跳到 这个受伤的这个马奶身上 一通抱锤的时候 也不像英雄所为 孟比又死我这 你也在身手 新手啊他们是这样 理解理解 那那那 B跟虎太郎 直就好他妈准 那我毕竟啊 不是肯定不是 你知道就是真正的这个 老特说 真正的正面的形象 是不会在出场的时候 说什么这个 什么又感谢谁吧 又又 这哪个 不会领导这词 只有那种注重PR 注重公司形象的 这种角色 才会干这种事情 但为什么他要注重那个事情 就是因为他不是一个 绝对正面的角色 好懂了 这个虎太郎想到这一点 觉得非常有可能 尤其是 刚才和他眼对眼的一瞬间 他窜眼上 看见小镇是什么意思 小镇上没有人看见 这个虎太郎这个事 所以他一个 这个动作把你给拨开了 显然就是这个意思 不管怎么说 你的心是脏的 不是 不管怎么说 这个 你不能认为是你心脏 但是你觉得 你这个对于 就是这种 这种了解 你觉得应该 不是这么简单 挺好 你也许啊 也许你自己 想的这事 想的比较严重 把这事想的严重 但是看这个表现 不可能一点关系没有 不可能 他完全是一个好人 肯定 就也许没那么坏 但是也许肯定有问题 我误了 大师我误了 所以你们怎么办 看到这个情况 以及听虎太郎的迷通说 显然这个事情 非常的严重 而且现在呢 这个有点 就是变成一个 相爱相杀的情况 腾奇看上来 并不知道这个怪兽 是马乃变的 他一个这个行动 直接这个机甲 在空地之上喷射着火焰 足够喷射火焰 向前滑行 并且开始 就是用拳打向这个马乃 但是马乃呢 他不想跟腾奇做战斗 只是左右的躲闪 可是这个毕竟啊 这个身体又长 又比较胖 这又比较大 是吧 这个也很难完全的躲闪开 机型要灵活一点人形 你说太快了 我们其实在 再说一遍 这个事情真相 我觉得现在最主要 最重要的事情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让这个腾奇知道 这个怪兽是马乃 对啊 咱们得再说一遍 对 那怎么办 怎么说 那我过去呗 我可能正在反途 特征在飞回去 你们现在几乎是 都在小镇的边缘 就是公路的旁边 离那块有一定的距离 但是那边 传来这种打斗声 还是像红钟 在你们身边敲一样 邦邦邦的传过来 同时有一定的 特别强大的震感 会带着周围的树叶 带着周围的 这个风和空气的波纹 向你们驶过来 会吹动你们的裙子 或者衣摆 但不至于把让你吹飞 我觉得还是我的吧 尤其你让我变大 然后我把他俩 送到腾奇那去 他们先说理 然后我先把光之巨人 给牵制住 你有能力 把他灭了就可以了 我就先把点数 全部用掉吧 我觉得已经到关键时刻 我不想再看 我觉得要不然说话 就说的狠一点 待会儿 就是这个想办法 我跟你说 先你怎么能让 正处于热血战斗当中的腾奇 先把他打倒 立刻先进入另外一个心思 我觉得需要用一句 特别狠的话 让他先脱离 他现在的状态 这个特别狠的话 就是告诉他说 你家里面的死 都是因为光之巨人 可以 转移仇恨 他俩不是同事吧 我就是在怀疑 他俩是不是同事关系 可能在一个学的楼里 老是同事 我觉得 但是你们觉得 这个商量的时间没有那么多 因为时间 为什么说话那么快 时间就是这么紧迫 来吧 事情就是这么紧张 垂我胸口吧 不再快一点的话 肯定会有 就是不可避免的后果 来吧 当然了 这个时候 除了这些打斗声音 和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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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腾奇 说话的声音 然后以及这个 这个 这个声波 滑破空气 发出声音以外 还有一件声音 特别的刺耳 就是虎太郎 脖子上的这个东西 完完全全 已经突破了临界值 到了一个随时可能 这个 你的战斗技术 也要爆炸的程度 你感觉脖子上 这个东西都在发出 这个各种震动 螺丝钉什么的 都快要支持不住的样子 行 先让他变大吧 来吧 你之后成功 然后 你们俩都到我手上来 我带你们直接 跳到他们面前 可以 你不来到炫酷的 变身画面 那必须要有 变身不重要了 这个时候我一定要 给我的B杀剧 起个超好听的名字 你还有B杀剧呢 年纪都扔了 超级无敌 螺旋飞踢 先从天而降 一个比他刚刚那个 更帅的 空中转体三倍流数 然后再翻个跟筒 下来那飞踢 先把光之巨人给踢倒 然后再 再把回头过去 把他们两个 放到那个大机甲面前 把我两个伙伴 放在他们面前 然后接下来 大机甲挺大的 你是放在哪 就放地上 太小了 他们俩本身就会飞 就只要能让他们俩靠近 能让腾奇听到说话 把哪里和虎台狼 是吧 对 放在大机甲的胸前 就是脸前 然后我回头 回头要去牵制那个 请问 请问你的这个野性 加 就是变完之后 加到多少 我还是可以提到十 但是你变完之后 没有点数 就指 你是只是到十吗 还是 提到十 用心一点 加我的野性 然后奇迹点归零了 是增加十点 不是到十 是增加十 加十是吗 对 就是原本基础是多少 原本是二 那就十二 野性和变化 变化多少 十四 变化是十三 十三 加十也是加十是什么 都是加十 变化和野性都加十 一个十三 一个十二 好严重 看着 一个空中的螺旋飞机 飞到空中 衣衫飘飘 然后九条狐狸的尾巴 在身后 这个并成一团 从空中滑下 这个并不像一狐千 所作出的攻击 这个直接踢向了这个巨人 但是你发现呢 巨人很轻微的一个闪身 就侧到了旁边 就一个侧身 你落到旁边地上 当然你这个时候 一伸手把这个 就是在中间把这个 火太狼和娜给撒出去 但是你没能踢中巨人 只是将它继续 向旁边逼开了一步 这样你和那个光之巨人 是呈现一个对峙的状态 另外一边呢 离他们有一点距离的地方 这个 泳葬的机器 中间是 Nagi和虎太狼 对面是马奶 形成了一个对峙的样子 我觉得啊 这个光之巨人 咱们正面打 是不可能打得过的 所以我觉得只能 这个到后边 再用这个舆论的方式 但是现在有一个 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因为你变大了 但是你有这个 这个妖狐的尾巴 所以从形象来说 你在这个 达来的舆论当中 是不占优势的 不占优势 没事没事 游戏有手机呢 是不占优势的 光之巨人嘛 听着就这个 这个人类最大谎言嘛 光嘛 我也发着光的 所以我觉得 咱们先不用着急 管那个光之巨人 咱们现在 首要目标是 让腾奇知道 这个怪兽是马奶 然后他们俩之间 先不要再打了 然后让他明白 就是这个 先不管是不是真的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就告诉他说 这个米家人的死 就是因为这个光之巨人 嗯 怎么做 怎么做 现在就喊话吧 喊大叫 对 哪里呢 我 其实待会儿想 随时参与战斗的 所以 所以我就先听虎代狼的 跟他站在旁边吧 嗯 嗯 Yuki是怎么在地上呢 不会吧 我现在都不知道 自己在 你还是在旁边的公路上 他还猜抖音 独奇还是在旁边的公路上 在旁边盘山公路的边缘 这个在一个离 这个有一定距离的位置 因为他们的那个战斗场地 是在山的中间 然后山过山树林 然后是那废墟 然后是公路 公路是在山边 前程录像 用好舆论的力量 曝光他的材料 那游戏也得想办法做点什么 就是 对 也不能在这儿干看 想想我干嘛 因为从目前你这块 你是在干嘛 就拍抖音 还干嘛 我没拍抖音 你开直播吧 好吗 不用拍视频 你直接开直播 对 也行 尤其发挥角创造力 这个很多时候 可能真的指着这边了 线上工作 后台 那我就 直播一下 连一下 播一下 但是你非常伤心的发现 这个 说的没电 不是没电 这个直播 因为你离得近 还是有很多的观众 涌入你的直播间 这个 因为战地记者 但是所有人都在 刷弹幕 我为光之巨人加油了 把他们都拉黑 你先 你先说说 你刚才所见的 你又不用发弹幕 你在直播 所以你直接说话 你可以说话 对 你刚才不是发现 那张图片上 你直接告诉大家 就是 这个 光之巨人先出现的 然后想摧毁城市 但是别人也有 无所谓倒是 对 想想怎么说吧 想想你整什么活吧 对 你可以赶紧 画一批套 然后再 你是离得最近的 现在肯定 对 你比起那些 民众离得就更近 因为哪怕现在 有电视台的直升机 当然首先没有 也不会离你 也不会比你更近 你现在其实是 一个很危险的地方了 就在井边上了 可能什么 飞过来一个石头 飞过来一个树 可能会砸着你 当然你作为一个 地狱的鬼族 也不是特别怕 这些东西 确实 因为你力气大 你有这些东西 砸到你身上 或者是压过来 你可以挡开 或者是一下给它推开 另外一边 你们两个 飞到了光之巨人 飞到了腾奇的机甲的前面 飞到腾奇机甲前面 吼出了这个话 明显看到机甲的行动 有一个迟缓 但是腾奇 从里面发出的声音 说 你们快离开这块 我不想听你们说这个话 怪兽就是毁灭东京的元凶 你在说什么 语言之中很激动 看得出来 而且充满了这种仇恨的感情 但是它并没有 就是说用什么暴力的行为 把你们赶开 它是操作机甲 向旁边去 就是绕开你们 想要继续去前进 身后的这个马奶呢 怪兽就是倒在地上 这个 已经不像之前那样 生风火火 身上有很多道 被划开的伤口 在就是往下躺着血液 虽然在缓慢的愈合 但是看上去没有那么快了 可能身上的伤口太多 而且明显感觉 这个身体的气浮有些大 就是喘呼吸 非常的剧烈 那阿B这边要做什么 他们俩那边在化疗是吗 喊了一下 你现在是在和那个光神菌对峙 对 反正先像那个初代 跟美佛拉斯一样 两个人站着 先拖住他的行动 然后确认一下 游戏那边 是不是还继续拿手机在拍 是 如果再拍的话 我就想办法 引诱他出一些招 让所有民众看到 其实他是在破坏城市的 肯定是在拍 然后我悄悄的保护城市 然后让民众看到 其实我们这边是好人 加一个 老特赦 好好好 太阴险了 特赦也没你这么阴险人 这个 光神菌反而 先 就是先发指人 先说话 说 你这回又是想干什么 没看到怪兽破坏了城市吗 让他直着城市边上 马上变身最开始破坏的那块地方 难道你也想与这些人类为敌吗 这样做我算还是不好的 你是人类吗 还说什么我听不见 我说你想打败光 唯一的办法就是拥抱黑暗 你想看最让外界啥 我都不笑吐了 莫良牌组 满脑都是黑暗的 可以 我决定这个时候稍微赌一下 直接问他一个很深入内心的问题 之前的东京是不是你毁灭的 当然不是我毁灭 怎么可能呢 这么快就回答了 你是不是早就想好 怎么回答这个对策了 果然是PR高手 先化疗拖住他 主要还是得让腾奇加入战场 所以我就先拖住他 这个光剧人在这边 就是没有进行进步的动手 他很悠然 这个就是你虽然说 这个对他进行攻势 但是他也一一化解挡了出去 就是语言上的这个攻势 因为他也没有什么 这个就是说直接的证据或者什么 你只能问他这个话题的话 他就说不是他干的 你也就是没法进行步的去提问 但是他会说 说这个小镇已经被怪兽破坏了 你还拦着我 不让我去击败这个怪兽 到底是想干什么 什么意思 我悄悄的背后想想 傻子你只有三分钟时间 聊着聊着你就没力气了 这个 这个是奥特曼的弱点 这个在这儿说了这样的话 这个 等于根本也不在乎那边打斗的情况是怎么样 这个 但是很显然 如果这样一直聊下去 舆论上不利的肯定是你 这个 因为他有一个最明显的证据 就是刚才这个马奶上来的时候 破坏了小镇的一块 同时他所做的那些事情 就除了刚才飞在空中的 你们发现是别人是看不出来的 那这个在这个游戏这边有什么想好要做的吗 跟直播 好难 好难什么 刷礼物 感情礼物呢 感觉跟伙伴呢 还是两个世界 我这 感谢礼物呢 谢谢谁订阅 就跟大家说 说刚才他把 他把我们的小狗狗打飞 不 这也都不重要 什么重要 你要让他们知道 他们现在很危险 对 就是光之巨人的目的是摧毁城市 对 我在等你这句话呢 你一旦让他们有这个想法的话 我就会勾引光之巨人到城市边缘打架了 这样一来石头就会飞过来 你把刚才那个两个飞镖那个把那事说了 什么 有飞镖 哎呀 你不是刚才注意到 这不是离开过来的细节 关键 关键游戏就是 这个喜字看出来了 他游戏自己是没有看到那个 那个位置是得你们飞在空中的人看能看见 叫回一个人进去直播间 那游戏再想想 你们这个虎太郎和这什么 这个Nagi怎么办呢 那是不是可以 现在藤骑是绕开了你们 然后想继续向着这个马鞋这块弓去 就属于他俩有点你追我赶 这种样子 但是肯定机型机动性更强一点 拉一拉野性给打倒 不是我在跟他喊 我都跟他说了怪兽是 怪兽是马奶 他都没有反应吗 是没听见 喊了是吧 对 我不是就是同一时间喊的吗 就是我先跟他说的是这个怪兽是马奶 而且摧毁东京 他说你说什么呢 我根本不可能 马鞋那么可爱 怎么可能这么丑的怪兽 你快点从这块离开 然后你看见马鞋就感觉更伤心了 听见这个这么说 他不好看更伤心了 这个在那垂着头 这个垂着丧气 而且本身就体力有些不值 心灵身体上都受的挺大打击 但是打赌也没有意义 他曾经叫嚣着说你赶紧离开 别在这碍事了 你快点去避难去 这块交给我不做完了吗 礼物在谁手里呢 不是他难道看到我飘在空中 他不觉得非常稀奇吗 但他也顾不了 反正他现在是这样一个情况 尽量赶走你们 别让你们在这烦了 我不会走的 待会咱有想能有办法让马奶变回来 这样他肯定就信了 你说我今天我必须要让你明白这个事情 就是我们想帮助你来保护这个城市 但真正想摧毁城市的并不是马奶 我可以掀开驾驶舱吗 你怎么怎么做 拉点野性 我现在前面说话 跟他这个吸引他注意力 然后我潜入今天 然后你想办法再干一些事情 我可可以 你们是LCL是吧 行那我拉野性 然后给这个 我想他驾驶舱在哪 一般来说都是空口 你并不知道驾驶舱 但是你可以想什么办法 你有什么技能传送之类的 看没准是远程操控的 人并不在那机器人 没有可能 都有可能 那咱就接着闹 把之前咱们的经历都给他说了 然后就说 等会他刚才看见马奶跑过去了 约会之前 不是但他可能并没有看到 就是马奶变身的这个事情 那游戏这边有什么要做的吗 我没想到 怎么办 快给我在LINE上发出信息 给我点思路 我们这样也很紧急 场外提示吧 我们来吧 互相场外提示 你怎么着 想好的勾引他攻击的方式了吗 我先对腾奇大喊 我说我来证明给你看 破坏这个城市的是光之巨人 光之巨人 这个简直玷污这个名字 是那个东西 是那个皮套 然后让游戏就是准备好 用你的大力守护一下群众什么的 万一有石块什么飞过来 然后我带着那个光之巨人 往游戏方向 那个方向打斗 然后吸引他往城市里出招 然后我故意稍微 就是接一半他的招 然后漏掉一些 让那个石块往游戏这边飞 大家都是戏 这样的话 就有可能伤到普通民众 然后让游戏把这个公式给化解掉 这样普通民众有这个生命威胁 也就知道这个光之巨人是坏人 感觉这光之巨人也不会这么傻的 这块有个 那难说 那有个设施判定 这个你要跟光之巨人设施去比 你超过他才能就把这事坐实 但是呢 这个我不会告诉你 光之巨人他的属性是多少 你只能去 盲猜 去盲猜 对 但是呢 我另一个要提醒的 就是合理规划你们的点数 合理规划你们点数 那怎么着 这个看阿宾阿逼的这个设施对抗了 既然都打不过 我觉得就拼一把设施吧 嗯 all in 因为如果都变大的话 那应该是变化和野性会变大 我觉得他有可能设施 还是他原来人间体的设施 所以我把我设施拉到10吧 嗯 拉到10跟他拼 加10还是拉到10 拉到10 嗯 你啊 这个开始诱导他去跟你进行攻击 因为你开始攻击他 他是想在那儿站着 但是你开始攻击他的话 他就不会这个 就是就是作业代毙了 嗯 你明白这意思 然后首先你要怎么去攻击他 如果说就是你可以用你的变化 或者野性去攻击 然后你可以形容一下你的攻击的情况 一定要起个再帅的 帅一点的名字 好 我赶紧现在跟腾气涵 我说腾气你快看 公知巨人那边 那万一我眼砸了 那么丢人了 那不管了 现在就你那一笔错过好吧 我双手汇聚出光线 然后大喊想个啥招呢 嗯 呃 阿鼻专属 阿鼻专属 495 谢谢 不可以 不可以 好吧 一样会被 这个 所以你就真放了个光线吗 放就放一个小光线摸 先打他一下 看他什么反应 好 用这个变化 变化多少 13是吧 对13 嗯 这个你发现啊 这个射去这个光线之后啊 这个 他用这个 就是怎么说呢 用手臂 也是放射出一道光线 他是一只手 然后向前推出一个光波 然后和你光线对在一起之后 势均力敌并且在空间爆炸 哦 对波 这个赤顿力敌并且在空中爆炸 但是你发现他既然接下来这招 你接下来就可以不断的去用光线 去攻击他 以及向你所想要的那个位置 去走 去诱导他攻击 你啊 这个觉得 这之前火谊 这个也心情感应 只能说 这个你觉得 可能不是那么简单 那么好弄的事情 毕竟你刚才那么强的一个攻击 打过来 他也随便的就去躲开了 但是呢 发现他 确实果然中 中计 果然入套 果然是个打压上头的人 发现还是没有 这个你这种千年的老狐狸精 没有你的这个心机身 很快就被诱导到了 所在的这个位置之上 很快你的这个戏 就按照你的这种演员的 就是你的剧本去写了 嗯 那接下来你是怎么着 就是引导他攻击 然后同时躲开一些 然后一些攻击落到阵子上 嗯 哦 阿比光纶 光纶 切割光线 好 这个不断的去 你招怎么能这么多 别问 别问 也都是完全 这不断的跟他拉开距离啊 这个 在这个空中翻身 射出光线 射出光波 射出光轮 射出各种各样的技能吧 然后这个像胡杰恩一样 在这个场地之中向边缘移动 并且呢 把他引导在了这个位置之上 这个他见你攻击 已经不再跟他对话之后 他也向你进行还击 这你们两个在空中去进行一个对抗 这个你有你的各种各样的射箭 他也有他的这个光标和他的光线向你打过来 然后 在这样的这个过程中 你发现在攻击的这个攻势之上 你们两个竟然是一个平手的这个情况 所以呢 你也可以能够引导他去按你的剧本演出 就是他就是什么叫平手 就是他和你的光线打在空中 就是双方各种对波都是在空中爆炸 并没有谁勾谁裂的这种区分 那在最后终于你来到了指定的这个位置 他向你射出了他这种 前面所射出的这个两个 跟射马矮一样的这种两个光标 打了过去 打笑了你 在另外一边呢 你们这边 总的来说还是在不断的妨碍腾齐 这个飞到下面前 他也必须得绕你 或者说必须得给你弄开 他也没法特别强硬的去攻击 因为他太正义了 所以他不能打我 你害死呢 这个所以你就是在不停的妨碍他 这个同时呢 叫他往那边看 而阿比和光之军开始战斗之后 同届也不可能不向那边去进行戒备 不可能不向那边去防备 所以说他自然目光是被吸引到那边 在阿比的这个配合演出之下 果然啊 他发出两道光标 打向阿比 阿比挡住了其中一个 另外一个侧身 然后让他从自己的这个 这个这个身体侧面 这个尾巴叉的缝隙之中 头发叉之中 射了过去 打到了旁边这个楼上 然后这个楼 切出了一道大口子 并且开始哗哗哗哗的往下碎玻璃 然后这个进入的碎块 我吵游戏大喊 保护好大家 在这边喊 Fall the God 拿那个喷漆的血 对 吵游戏大喊 保护好大家 然后我有护身铁棒的技能 可以是可以保护到民众 可以啊 对 如果民众有危险的话 我可以用 如果没有危险的话 我就不想浪费这个电数 我觉得我就不用保护 对 不用保护 如果说这事闹大了 那反正对咱们更有利 对 这个最正义的阿比 已经开始做出了 破坏民众的视频 实在不值得鼓励 这个不管怎么说 就你们也不知道 镇子上的情况 而且这个游戏 其实离镇子上 也有一段距离 当然这个事情呢 还是打在了那个上面 并且这个 就是上头有些 这个碎石瓦砾吧 开始往下落下来 势必镇子上会有一些 这种骚乱 这个阿比现在变大之后 听力非常好 远远的能够看到镇子上 这个和听到镇子上 人们开始逃难 和斯坦奔逃的这种声音 我要追问 难道你就不在乎 镇子上人民的安危吗 这个光约巨人 向后闪了一步 明显也发现了 自己所做的这个事情 明显发现了这个事情 但是可能没有发现 是你故意这样做的 太重了 但是这个 他也不能直接 而且就事情 到了这种程度 他也不可能说 是你算计我 这种话 这种话说出来 也没有人相信 但是他说的是 说这都是合理的牺牲 好中计了 拍下来了 都拍下来了 我跟腾心说 我说腾心你听听 居然有人说 合理的牺牲这种话 你看在漫威里 有人会说这样的话吗 钢铁侠 然后他们死了 他说如果不是我在 要阻止这个怪物的话 针子好像会有 更大的损失的 现在要不是 你对我动手的话 也不会打到针子上面 你还是趁早 跟我一起 把这个怪物收服 快点离开吧 他是对我喊的是吗 当然了 对 他这么这么说 没有特定对谁 但是反正 他就说这个意思 但是他说你 肯定指的就是你 接着拨他 对 我觉得我也可以 尝试来说服腾琪了 你再提一嘴 你们两边要怎么说 就是那里和这个 我就在刚才这个 没有排面了 我就在跟腾琪喊嘛 就刚才这些话 你好好睁大你的眼睛 看看到底是谁在摧毁城市 说的对 听听真正的光之巨人怎么说 还拔高我一下阿B是吧 对 我说我已经在这个 就是土地这个神庙 这样已经待了好久了 就是大家做什么事情 我都默默的看着 只不过我实在看不下去 那个东西肆意破坏 而且刚刚我亲眼有看到 刚刚这个 你说的这个所谓怪兽 其实是马奶 然后他有保护了城市 你看他现在身上受伤这么多 他也没有再故意往城市里面走 他一变大就往山上跑的呀 那好吧 光丽巨人说 我看有没有演下去的必要 我操 我就稍微毁灭你们几个精度之后 把剩下的这些可爱的地球上的东西 好好扬起来吧 他说着抓住自己的肩膀 就像那个如冬里头撕西吴一样 抓住自己肩膀 接着往下一扯 可是你们惊恐的发现 随着他这一扯 他好像不仅仅是抓住自己的身体的一部分 而像是一只手把名为天空的画布抓住的一样 你看到天空都像一张布一样 形成了褶皱 同时被他扯了下来 就是天空在这一瞬间 所有的云朵 所有的太阳光 所有的这些蓝天白云 全都像一张画布一样被他抓住 然后他这样接下来一扯 天空变成了一片星辰和黑暗 同时你们看到有一个巨大的黑洞 在这个他身后逐渐形成 从小到大变大 除了这个天空的变化以外 周围一下变黑了以外 他的这个身体 那层附着在他身上光的这个薄膜 也消失了 原本是一个发光不断冒着光线的这个造型 也消失了 变成一个身着一身充满尖刺铠甲 然后有着这种扭曲一样的斗篷 有这种扭曲夜空一样的斗篷 如同星辰一样不存在物质一样的斗篷 飘在身后的这样一个可怕恶魔一样的形象 同时呢 这个充满尖刺如同王冠一样的铠甲的头颅 向上抬起 看到眼睛这个地方 发出了一道红色的光芒 哇 我眼睛闪着光 压波人 不过到黑天了 我可以放技能了 终于可以把你直播关了 有条图 酷些 有点酷啊 我吃我酸了 这个及时感好强哦 比刚才那好多 他伸展着自己的这个像尖爪子一样的这种手臂 这个手指活动了自己的关节 说那就让地球毁灭吧 好好 但是现在拍下来也没用 他根本不在乎这些言论 这个直播间这时候已经陷入了完全的沉默和混乱 这个所有人都在惊吼 然后所有人都在感到恐惧 城镇上发出的这种害怕 以及畏缩的声音 就算你们不是阿B那样 这种有听力和这个就是有变成超人听力的这个人 也能够清晰的听到 那于是这个最终的决战就此开始了 我们今天就到这块吧 好 我已经准备好了 拉满了是吧 拉满了 my body is ready 铁子们记得三连关注一波 这真的光智巨人 光智巨人我非说在这呢 真的就他第一次出场那期 我觉得他肯定就不是什么特别正面的人 就很愤怒 就那台词真的听得我非常的愤怒 你们俩还是有点东西呢 什么就谢谢你们什么的 这绝对是坏人 听懂整声 最讨厌的就是PR 因为这团之前带过测试团 然后之前测试团里头也有一班家就说 说你们看看正经奥特曼哪个上来就会说话的 都是就是发一些音效就完了 一上来就说这么多肯定又不是好人 果然 行吧 那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爱在圣诞毁灭前 我们的决战即将打响 是的 这个下一期可能真的就要迎来毁灭的结局了 也请大家将自己的光智力送给在场的人 划行吧 能不能拯救地球就靠他们了 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 这个向天空举起你的烧帐 那我们心被刺暗了 虽然说这个采用的手段有些问题 但是这个终于还是逼出了敌人真身 那究竟会发生什么 以及说要怎么样去度过这个难关 以及是不是bad ending了 就看下一期了 好 那咱们就下期电台节目再见 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